啊 吹了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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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的寇夫敢敢善署王府 就是沈长生 死吧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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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修仙者 吹 我得赶紧用 吹 吹 吹 好汉饶命 好汉饶 好汉饶 公子 你在这鬼鬼随随的干嘛呢 还穿得如此不堪 公子 看这意思 你是我贴身丫鬟了 公子再无理 我可要揍你了 我 别闹疼 公子你才是不要闹了 今夜府中有贵客来临 你穿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赶快回去换衣服 换什么 姐姐 你说那个陈长生生性风流 这我们能供应成功吗 师妹 这个呀不用担心 那个陈长生啊 不过就是一介凡人而已 还是姐姐考虑得周到 小婉鱼 小婉鱼 你他妈的 姐姐 谁呀你们俩 来都来了 一起玩 不是不能这么玩 误会了真误会了 不是那种人 正体人 是 好呀陈长生 你都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了 婉鱼 误会我了 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别别别瞎想 误会 我都拍下来 别人会信吗 陈长生 小婉鱼咱俩快结婚了你知道吗 你觉着我会嫁给你吗 宛鱼 跟他废话是不 赶紧把他赶出去 这屠是我家 我滚出去 你滚出去 你家 这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吗 我这房子上写的是 我香宛鱼的名字 你被净身出户了 走 这就是证据了 又是你们俩 公子莫非认识我的 不要太认识 我怎么来的呢 怎么大晚上不睡觉 跑我房间里来 咱们再来一回仙人跳 仙人跳 这是什么 没听说过 误会了 整误会了 开个玩笑啊 公子当真是幽默风趣啊 咱们都很赶时间 咱们赶紧开始吧 开始 两位坐 开始 坐坐坐 怎么开始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咱们玩点刺激的 要不你们不白来了吗 可不 刺激的 真是一个登徒子 哎呀过去过去过去 早就听闻长生公子 生性风柔 听悦一见 怎么这样 果然名不虚传 那不能让你们白来 你这登徒子 你这是要做什么 马上就知道了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 陈长生 小婉鱼 果然是你 啊 陈长生 这是为何 哎 问你呢 说 北梁公主 您的未婚夫 要对我们图谋不轨 对呀 他还说 让我与姐姐与他做什么 刺激的事 简直何耻 就是 陈长生 你可知二位是何人 此二人 乃是玄策宗的仙子 哎呦 是我们整个北梁国的贵客 你 竟然敢做如此禽兽之事 公主 何事大动干戈 圣上让武王接拜先门贵客 而你弟弟陈长生 竟夜闯规格 调戏两位仙子 还请武王给个说法 堂堂武王府公子 竟然是个禽兽之辈 要不是我二人有修为在身 早就深陷他的魔掌之中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他竟和我去世的姐姐 整得一模一样 姐 我又见到你了 哎哎哎 姐姐姐姐姐姐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说 这个事咱们满领 首先 我没有叶川辉 其次 这俩人 鬼鬼祟祟在我的房间里 你们俩当着我姐的面 把这事说清楚 快 这 我与师妹只是走错了房间而已 就算我们走错了房间 你也不能干那种事啊 哪种 你拿出绳子 要对我 对我 我拿绳子捆你们俩 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你们俩是谁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贼啊 我这个废物弟弟找抽象 行了 我看此事就是个误 大家散了 不许 陈长生惹怒两位仙子 今日 你必须要给个说法 公主 就是圣上来了也得礼让我三分 你是在教我做事吗 你 看来五王是要铁了心包庇陈长生了 五王 陈长生他明知道和我有婚约在身 还做出如此肮脏之事 若传出去 我皇家脸面何在 两位仙子受此屈辱 若传到仙门耳中 我北梁脸面何在 碗鱼公主是要向我问罪了 不敢 还请五王解除我与陈长生的婚约 你什么意思 我要退婚 退婚 没错 退婚 退婚必须得退 行 我同意了 退 你说什么 你不想娶我 大姐 我不喜欢你 行不 你 分明是你觉得配不上我 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 这就是你错了 我这个人 向来是淡泊以明智 宁静以智远 我是不爱显摆 不是我什么都不会 我陈长生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稍微拿出一点知识来 足够拿捏你们了 日后 长公主会入我仙门 一同修行 没错 我们师兄 是要与长公主 共结道理 问道场吃 听到了没有 我萧婉瑜 日后是要成为仙人的人 而你陈长生 不过只是一个凡人 仙人 你怎么就知道 我就不如那仙人 论寿源 仙人正道 与天地同寿 论能力 仙人飞天入海 畅流九州 而你陈长生 要是没有武王 你连这个门你都出不去 论寿源 王八亦可过亲 我羡慕你们吗 你 论能力 我懂知识 用科技 仙人能飞天顿 照样可以 你的意思 你能和仙人比了 说着了 我虽然是一介凡夫 但我亦可比肩神明 好一个凡人亦可比肩神明 看来在你眼里 我等仙人与你无依 我完了呀 恰惜了咧 宋月山 师兄 北梁三年无语 你们的皇帝不远万里 来到玄策宗请命 请我们先门下凡 来拯救你们北梁 等我们来到了北梁 你们北梁人却说 凡人亦可比肩神 那既然如此 北梁 何须我们来拯救 那你可知道 惹怒了我们女帝降罪 你和你的姐姐会有什么下场 仙师切莫动怒 是陈长生大放厥词 我们并没有忤逆仙人的意思 陈长生 你还不快下跪 凭什么 因为他是仙人 仙人 不过比普通人稍微强大 也被我跪 武王 你就这么放任陈长生闹下去吗 若仙人一怒就此离去 那我北梁百姓该如何是好 求 这与我求了 长生 求雨是大事 不要胡闹 没胡闹 这事我有把握 你不用担心 我倒要看看一个凡人 如何有办法求雨 布朗你操心 好 为北梁求雨者 当立下圣约 你敢不敢在这圣约上 签下你的名字 我有什么不敢 签下圣约者 当立下生死状 若求雨成功 那便是皆大欢喜 若求雨失败 便人头落地 这圣约 你敢不敢签 拿笔来 不行 我不同意 姐 我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我了 以后我一定自立自强 我要是不这个 我跟这个小婉鱼 岂不是一类伙子 还有什么意思 可是 那是生死状 武王 今日陈长生 若不签着圣约 这废物的名头 怕是拿不掉了 别那么些废话 圣约呢 别 拿走 记录 圣约当立 三日后便是求雨大敌 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个凡人 如何求雨 好 正好我也开开一门 你们这帮玩意儿 到底是真仙人 还是假仙人 哼 陈长生 是你自己非要寻思的 可千万不要怪我 哦不怪 一定不怪 这好机会上哪儿 我得谢谢你 我们走 陈长生 你给我跪下 干啥呀 干啥呀 伸手 不是姐姐刚刚刚 哎呀哎呀 干什么呀姐 你还知道我是你姐 知道你刚刚捅了多大的娄子 我 不至于吧这个 不至于 你平时胡闹也就算了 圣约你也敢签 那是生死状 还是跟仙人人签是个死状 哎呀 这事我都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跪着 我今天就打到你长记性为止 哎姐姐姐姐姐 哎 你还像 姐 我知道 你是心疼我 你知道什么 你就是得罪了满朝文武 甚至得罪了圣上 我都能带你杀出去 你要是得罪了仙人 我拿什么护你 姐 求雨这事 我真有把握 你信我这一回 圣约虽利 但我还能请求圣上放你一马 事后我们再去仙门赔罪 仙门赔罪 那到时候你的面子我哪搁呀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意我的面子 你要是真在意我的面子 你早该努力了 而不是在这跟仙人逞强 姐 求雨这事 我是一扁问你 肯定拿下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行 不能去 去了就彻底没机会了 这个陈长生真是个废物呀 大刀啊在 把他关起来 哎 是啊 不是姐姐 求雨这个事 我这哎哎哎 公子 我刚才是不是打疼他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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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差不多了哎呀 这棵树 穿越的地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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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 公子 公子的逃跑了 逃跑吗 啊 出去多多也好 就是不知道这个笨蛋有没有带钱 王不用担心 公子这次 把府上所有我值钱的东西 全都带走了 你说什么 这次够公子在外面 玩个一年半宰的了 去给我拿新条来 王要这个干嘛 陈长生回来 我要抽死这个王八蛋 大木 大木 拍戏剧了 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说话骂人呢 谁拍戏剧 给你带点好东西来 这是 我懂了 你看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 别说 来 别说有好东西不想着你啊 这没东西叫住鸡丹 人吃了之后 突破身体极限 你不是最近在做那个基因进化研究吗 拿这个做样本诺贝尔讲没问题 你别说 这东西看着还真不错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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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看看可以 说吧 什么事 那个你这不是有好东西吗哎 给我来一点 东西 趁烧的家伙 哎哎哎 交给我 好你满意 参见陛下 平身 今日 乃是我北梁的求语大事 玄策宗三位仙人为我北梁降下甘礼 此乃北梁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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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既然如此 有请三位仙师 古王 我玄策宗三位仙师已到 请问 贵府的公子何在 仙师历临 还以求语为重 长生少不更事 还望仙师海涵 那日他口出狂言 说什么凡人亦可比肩神明 现在人质不在 真是笑话 此话 乃是陈长生所说 没错 陈长生对仙人不敬 简直顽固至极 古王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弟弟 世上 是属下交第五花 还望至极 罢了 此时日后再议 今日求语为重 切莫耽搁了仙师为北梁求语 圣上 这语求不了 为何 千下圣约者 平当遵守事业 若是违背誓言的话 上天会有雷伐 你瞎陈长生 陈长生惹怒了神明 恐怕会影响今日的求语 陈长生何在 此来受罚 圣上不必担心 若是解除这圣约的话 今日求语 必定会安然无恙 解除 如何解除 解除圣约者 当遭受雷鞭一百计 听闻这雷鞭 挨上一计便会皮开肉扇 伤筋动骨 这十计便没了本条命啊 那二十计就要被猴猴打死了呀 一百计 这人岂不是要被打成肉泥 看来这陈长生 活不过今日了 这个顽固属实活该 谁让他惹了仙人 圣上 若是陈长生能接受这一百计雷鞭的话 我等求语 必定会安心 此事能否日后再说 如果今日不求语的话 恐怕以后也求不来语 这天要往我北凉啊 就来这个陈长生啊 陈长生何在 素来受罚 圣上 陈长生乃我们五王府之人 若要降罪 我难辞其咎 今日 这一百计雷鞭 由我来替他受罚 女帝在上 今日这一百计雷鞭 既是为了长生闯下的 祸端亡羊补牢 更是为了让心事安心求语 拯救我北凉三年的大汗之灾 好 不愧是北凉五王侯 请吧 今日你拿求语之事邀请 实在网顾仙人之名 那又如何 记住 你们只是凡人而已 若是以后敢对我不敬的话 就不是接上一百计雷鞭着 小废话 开始吧 好 一边 住手 谁敢收我姐 姐 你怎么来了 姐 刚才谁欺负你 孩子胡闹 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 知道 我表演的舞台吗 你真有把握 当然 好 我相信你 圣上 既然陈长生已经来了 那就让他亲自领阀吧 等会 我不是来领阀的 我是来求语他 你所言当真 女帝在上 不敢造词 大胆陈长生 你见到圣上 为何不跪 我生在新社会 跪天跪地跪父 其余的 不跪 圣上 他对您不敬 罢了 若他真能为北梁求欲成功 不跪便不跪吧 就他那个废物 陈长生 你本是凡人之躯 但非生而来 很是杂首 若你真能为北梁降下甘陵 朕重重有赏 定不如使命 若你求语失败 罪则当诛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陈长生 你不要不知好歹 上上是在保护你 小婉约 今天这语求定 好 不愧是五王府的人 提个凡人而已 别敢妄想求语 怕了 我会叛你 陛下 今日我来 第一 旅行圣约 第二 为我北梁百姓求语 但 我陈长生有一事不服 何事 如果今日我求语失败 自当五雷红尼 这没什么可说的 但如果诸位先师求语失败 是不是也得死在当场啊 陈长生 你竟然还敢对先师不敬 怎么 诸位先师 不敢应战啊 我何不敢 好 圣约 我等以生命启示 如果求语失败 自当领法 请五位 在 立圣约 今日求语者 当立圣约 签字画鸭后 便是圣命 若是求语成功 理应论上 若是求语失败 所以该当初 诸位先师 请吧 师弟们 签约 陈长生 我原本以为你就是个废物 没想到 你这脑子也不太好使啊 你敢与仙人同台斗法 真的是不自量力 小婉约 等我把这语求下来 狠狠打你的 到时候别怪了 灭 圣上 我宋远山 有一个不情之情 仙师请讲 我玄策宗 乃是当时仙女 希望与北梁交好 若是陈长生 求不来语的话 我希望陛下 能够将长公主 许配给我 婉鱼 她早已许配给五王府 我当然知道 但是婉鱼公主 风姿卓绝 是修仙之才 我愿意一同结尾道理 一同修仙 说是嫁给一个废物凡人 不仅是北梁的损失 更是仙界的损失 想要随时签走 不来 陈长生 你竟然敢羞辱我 羞辱吗 陈述事实 而且你就是这么想的 当着大家面 何必顾做矜持呢 都给我出口 再怎么说 婉鱼也是我北梁的长公主 你们这抢来让去的 成何体统 是 陛下说的有道理 为了一个便宜公主 争得你死我活 确实是很刁价 不如这个 苏月山 我以北梁万母良天为独 咱俩立下主约 敢是不敢的 承胜 万母良天并非儿戏 别哭了 姐 没事 苏月山 如果今天求雨 你成功了 我北梁为你玄策宗 耕种梁城 如果我成功 玄策宗 就得给我北梁种田百年 万母良田 当属于北梁女帝 说赌就赌 圣上 还请您三思啊 我北梁还有数万机民 陈长生 我支持你 今日 无论是谁求雨成功 我北梁的粮食问题 便会迎刃而解 倘若陈长生 找幸成功 那仙人们 便要为我北梁 农耕 我北梁 便不再会有干旱 我堂堂仙人 为你们种地 不敢啊 不敢认输啊 其将法 好 既然如此 我应下这堵约 既然圣约已迁 堵约已立 还请诸位先师 为我北梁降下甘霖 今日求雨 是求得北梁三年大旱之雨 那必然要 普及北梁每一寸土地 那才叫降 普及北梁每一寸土地 这 长生 你在搞什么 北梁是南北季风起号 先前北部季风强烈 导致三年无雨 他们只能用一些法宝来供雨 所以我断定 他们求不来雨 既然北梁无法下雨 你又该怎么做 我不一样 我会人工降雨 法宝带充足了吗 水迹法宝 我等所有准备 但这位整个北梁降雨 肯定不够啊 我还有画龙之术 到时候 我会将罪过推给陈长生 他死定了 好主意 这 怎么还不求雨啊 对啊 大家稍安勿躁 我等 这就会北梁求雨 这天生一片雨怎么那么赢 我看 是不会下雨了 哎 我就不该吧 有期望 下雨了 真是 别担心 雨马上就停了 先人降雨了 什么 又救了 陈长生 这就是我等为北梁下的雨 自行了断吧 女帝在上 请你赐北梁万亩良田 赠予我 赐宗 这 圣上 你真就不该相信陈长生 难道我看错人了 陈下 这雨有问题 有何问题 祭坛之上是下雨了 出了祭坛可低雨不降 这也叫求雨啊 这 这雨怎么停了 雨呢 这 什么情况 不知道 法宝石沉大海 没有动静 废物 长生 你在搞什么 我拿无人机 把他丢的法宝给结货 什么 师兄不用慌 看我用画龙之设 那我听 过去吧 请求神龙 天降干露 风调雨顺 五谷风大 北梁王朝罪灭深受 伤天怪罪 降下神罚 而等若不写清罪 将大雨遥遥无期 宋天降神龙 本应是祥瑞 但是神龙要怪自北梁 活等需要请罪 伤人 为何不贵 凭什么贵啊 你若不贵 北梁将永世无语 是无语 这不是要枉我北梁吗 你还不赶快给神龙下跪 陈长盛 你再不贵的话 北梁就真的无语了 那是我是挺无语的 这不明显糊弄人吗 不是 长盛 区区凡人 竟敢对神龙不敬 北梁我必降下天罚 正以不敬之罪 长盛 你惹怒了神龙 北梁无语 你将是罪魁祸首 陈长盛 你要成为北梁的罪人吗 我跪下才是罪人 你 龙是祥瑞 岂会随随便便折磨百姓 我知你并非神龙 也敢在此妖言获重 我必杀你 长盛 莫非事情有蹊跷 就这几个住击的货 也能请神龙 你肯定是想办的 想办的 当然 他们就是想借神龙来要挟备 他不要很差一脚罢了 可办法识破 肯定有办法 放心吧 我知凡人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贵是不贵 你跟我那么多废话 你现在给我立刻献出云 滚下来 师兄 那是什么东西 我看着 总感觉心里擦拭 在担心什么 胡诗迪化行为龙 我怕他用法器攻击神龙 他一个凡人 能有什么法器 你别担心 那我就替胡诗迪放心了 大汉三年 北梁颗粒无收 百姓恶嫖遍野 倘若你真是神龙 心中可有众生 可有百姓 罪孽不清 风雨不来 行云不雨 本身就是你神龙之子 将于我要你何用 狠旺的凡人 神龙发怒了 陈昭生 今天死定了 我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语 是将 还是不将 是将 北梁永世无语 那是你自己选的 倒是你自己划的 今天你要求死 你就杀了他 管我北梁一片安宁 神龙 你走天前 求死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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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神龙被打下来了 他怎么敢 神龙没了 谁来降雨啊 陈昌生 红杀神龙 葛怒上苍 神法将至 从今以后 北梁王朝再也不会 等一滴雨水降落 三年 三十年 三百年 都不会降雨 陈昌生 都是你的错 应该以死谢罪 陈昌生 你狗胆包天 神龙乃是上天派起 你却敢射杀神龙 你知不知道 你为人间带来 什么样的祸 却敢射杀神龙 靠呼云蔽日 我当小孩吗 女帝 你这是何意 陈昌生 一介凡人 一个凡人 能杀神龙 你觉得那 真的是神龙吗 圣上 陈昌生 一定会什么妖术 所以说 才惹得上天震怒 妖法 圣上 你乃亲眼所见 我们也是为了 北梁着想 陈昌生 刚才那神龙 到底是什么 陛下 这位仙师 已经死了 神龙 就是他所变化的 陈昌生 你血口喷人 我血口喷人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怎么我一炮弹 轰上去 他挂了 我师弟是为了 帮你们挡下天罚 才死 你们非但不领情 还要泼脏水 你要这么降嘴 我就不跟你抬这个杠了 禀陛下 一定要处死陈昌生 不然 北梁威夷 处死陈昌生 舍神龙谢罪 处死陈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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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处死我你求雨啊 你当真能降雨 当真 现在就能 现在就能 连仙人都无法为我北梁降 你陈昌生凭什么 等我有知识 上边去 诸位百姓 你们跟神龙无冤无仇 神龙怎么就得罚你们 所谓神龙神罚 那就是封建迷信 降雨 还得讲究科学 那 你们刚才都看见了 岂能有假 是啊 你就不要再被自己开脱了 那我今天要是降降雨来 你是不是就得信我 那你要是能降雨 我们自然信你 行 我今天就用科学的办法 给你降一场雨 你不下雨 你不下雨 下雨了 我北梁的子民 有救了 终于下雨了 下雨了 有救了 真的做到了 有救了 陈昌生 剩你出来的雨 剩你救了我们大家呀 北梁有救了 救了 是 啊 终于下雨了 对 没错 神龙神救了 北梁救了 姐 没给你救人吧 你是我们北梁 陈昌 陈昌 这就是我为北梁 求死的甘霖 好好 跟我回宫 重重有赏 今日我北梁降下甘霖 是我北梁之福 今无畏 陈在 今日起 我北梁赴税减半 昭告天下 风尘长身为国师 什么 尊命 朕所谓赏罚分明 今日 陈长身为我北梁 降下甘霖 是大功臣 宋远山 今日之事 你是否要给我个交代 圣上 您该错怪宋师兄了 这 其中 肯定有什么蹊跷 就你这个脑子 还北梁公主呢 你看看去吧 今日求雨之事 远山 自认准备不足 自当认罚 认罚就好 北梁有万部农田 等着你呢 去吧 我不服 愿赌服输 你有什么不服 你不过是一个 没有修为的凡人 何以充当国师 大哥 为北梁求下雨来的是我 不是你 你那是侥幸 请圣上三孙 重选国师之人 你有何高见 我们玄测宗是修仙大宗 宪法更是一一敌万 目前有很多国家 已经找我玄测宗的 先人作为国师 难道圣上 不需要庇护吗 你在威胁我 国师之位 有能者居之 圣上 国师之位 必定能护我北梁之人 但是陈长生 他没有这个能力 萧婉宇 你脑子是真不好吗 听不出来吗 人家宋远山 狗家来了 你什么意思啊 玄测宗 义无瓜分北梁 陈长生 你少胡说八道了 宋师兄才不是那样的人呢 陈长生 如果你有能力 我自会认 但是你没有能力 就算当了国师 也保护不了北梁 我陈长生虽一届凡人 但我认为 我有能力担任国师 营书上 杨某斗胆 恳请给我一个 挑战陈长生的机会 若我胜了 陈长生 便没有担任国师的能力 至于学奏国师 恳请皇上定夺 我 你怎么看 陈一文 脸到即可 此事既分高下 也决生死 不行 怎么不行 行 长生 臭鱼烂虾 来多少杀多少 陈长生 你搞什么 这寻寻宗竟然逼迫什么事 既然如此 我愿意给这些所谓的仙人 一点颜色瞧瞧 宋亚山 这可是你师弟 自己找上门来的 倘若我把他斩杀当场 虚怪不得 你尽管杀便是 师弟 我来为你报仇了 陈长生 受死吧 师弟 他有掌重雷 陈长生 你杀我师弟 圣上 他杀了仙门宗人 这应该怎么交代啊 是他们自己说的 现在已决胜负 还需要什么交代 师兄 我还在 我看清楚了 我又把我胜他 好 一定要杀了陈长生 拿到国师之位 到时候 帮我的师弟报仇 陈长生 想不到 你还有点实力 我来挑战你 又来一个赶着送死的 不要以为 用你那个破法器 就可以剩我 在我眼里 那只不过是些 起因巧劲 我早已看穿 其中奥秘 我劝你好好去种地 要不然 你也是我枪下亡魂了 枪 好名字 但别以为 我会信你说的 杀我 笑话 笑话 待会儿你成了 我枪下亡魂 就不觉得好笑了 据我观察 七步之外 你的枪 可以杀人于无形 但是 七步之内 我的剑 可以随时杀你 那咱俩之间的距离 现在刚好 这七步之内 要不要试一试 是你的剑快 还是你的枪快 你 妈 后悔了 你以为 我会那么傻吗 什么意思 你的法器 左射手的旋铁 应该 只能打住一个方向 没错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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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我的剑气 只比你的旋铁 你挡得住吗 我还真想看看 你的剑气 能不能挡住我的子弹 好 那我就杀了你 师弟 看来挡不住 不说了 七步之内 我的剑 你错了 七步之内 枪是又准又快 好 干得好 完了完了完了 疯了一个 陈长生 你杀了玄测宗三位师兄 一场大祸了 这是他自己找上门来送死的 虚怪不得我吧 我玄测宗为了北梁尽心尽力 如今陈长生杀了我三个师弟 圣上 必须给我个交代 愿赌服输 怎么 你还想在我的殿上闹事不成 圣上 你不必以示压人 此事 你必须给我玄测宗一个交代 你以为我们北梁会怕你吗 你们不需要怕 接下来 就由武武来挑战权昌生 好 宋月山 你乃金丹大能 四大县门有规矩 凡金丹大能者 不得对凡人动手 怎么 你今天要破了这个规矩吗 规矩是人定的 既然是人定的 就能改 如果改不了就杀了他 你改 圣上心怒 对圣上自然不会做什么 但是陈超胜 必须死 宋主 宋主 大刀 有点水平啊 当真以为我们北梁没人了吗 他竟然预抗我一击 我刘大刀虽然是凡人 但天生神力 如何不能抗你 忘了告诉你宋月山 刘大刀是我五王第一将军 好一个第一将军 你要是死了 以后北梁就没人打仗了 用不着你操心 但你要欺负我们家公子 我绝不答应 好 除此凡人 硬抗危机 不可能安然无恙 这样也好 你死了以后 北梁就要靠我们来仪仗了 我告诉你宋月山 不要以为全天下刀你们玄厕宗胜算 我五王府能人意识多着呢 我们玄厕宗 乃是修仙大子 你们凡人就算再强 也只是凡人 我一人便可灭你们五王府 叫你还灭我五王府 没错 除非你从我身体上踏过去 死到临头还嘴硬 可惜 你快死了 宋月山 对 是我 好 那你去死吧 这 这是什么法器 怕 我怕你 你不怕来呀 咱试试 试试就试试 宋月山 爸 怎么一起死 我怕你 你站住 怕了 我会怕你 来呀 好 宋月山你住手 你可认得他 这是 祖师令牌 切令牌 如献诗 你怎么会有祖师令牌 我乃北梁女帝 你在质疑我 难道她是师祖 渊源颇深 我北梁与四大仙门 井水不犯河水 靠的是什么 你以为 是立下的规矩 是必 玄策中 数以万计的仙草 皆由我北梁供奉 这仙草 你们是不打算要了 是吗 好 今日 你拿祖师压我 我无话可说 但是陈长生 杀了我三个师弟 你需给我一个交代 此事 皆斗法求雨而起 是你们玄策宗 学义不清 你还要何交代 但是你们杀我 玄策宗的人 便是惹了仙怒 我定会禀告仙子 我们仙祖 定会前来问罪 好 我在北梁等着你 陈长生 我再给你两天的命 到时候 我娶你狗命 我们随时恭候 大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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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他 大刀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 把他睡过去 把他睡过去 大刀每次历劫都会昏睡过去 不用担心 来人 带他去休息 拉出去 拉出去 浪费感情 金将军 陈赛 把长公主带下去 闭门思过 是 殿下 请 看来这修仙世界 凶陈无比 必须做好万全的打算 毕竟 玄策宗必将卷土出来 不担心 担心有什么用 比起他们 我更关心的是你的那些法器 法器 就是你先前在殿上展示的那些 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些热武器 热武器 没有灵力 也能驾驭它 这些热武器呢 本身就是科学革命之后的场 就是给凡人用的 陛下感兴趣啊 如今四大宗门 对我们虎视眈眈 过不了多久 火北梁 便会被他们分割殆尽 若是有了那些热武器 我们这不用再去盼那些仙人 陛下放心 这些我都能搞定 你能搞定 我已经 跟这个 是这样 钱呢 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刚好 能解决我面临的所有问题 当然 如果解决不了 就是钱不够 说人话 我需要你资助我 资助 就是我需要打造一些装备 装备 毕竟 这么说不形象啊 你站好了 我两天尺寸 放肆 灯徒子 打造装备 我去 你拿着我给你的东西抢劫去了 你哪那些废话啊 你就说这些东西怎么样嘛 够了 一百次弄为人讲了 哎 投桃报李 这次再给我来点牛逼的武器 拿呀 快 鼻子 啊 大东啊 公子 身体怎么样了 好多了 好多了就行 啊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秘密武器 什么武器 皇上驾到 圣上驾到还不跪安 我为北梁求过雨 圣上亲口说的 我可以不跪 免了免了 你看看吧 这些日子 你辛苦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接下来 玄策宗一定会来报复 准备的怎么样了 早就准备妥当了 只要他们敢来 我就让他们回不去 好 由你们武王府 是我北梁之福啊 你看 陛下的老鼠肯皮球 客气 知道吗 你之前说 机械装备 准备好了吗 早就准备好了 就在我的房间 那随我去看看 好 这边 金将军 没有我的吩咐 谁也不能听来 是 圣上 哎哎哎 你小子 怎么就改不了 专化惹草的毛病 我这 那是当今圣上 你知道吗 是啊 你也知道那是当今圣上 所以我们都是 都是正经人 你知道吗 我们这是正经人 之间的学术交流 别瞎想 啊 比我卖船啊 影响不好啊 姐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姐 都怪你 放纵那个陈长生 瞎胡闹 怎么了 玄测宗宗宗主 无奇老祖 来找我们北梁要书法了 无奇老祖 无奇老祖 那应该怎么算 三位仙师隐落 我等心中非常难过 我北梁会派出三千僧侣 为三位仙师诵经 希望他们早日成事 肖长哥 别在这心心做态 你以为我真不敢杀你 在无奇老祖眼中 别说我肖长哥一人 就算是整个北梁 在老祖眼中 也只不过如蝼蚁一般 你话说的倒是好听 但我徒儿的死 谁来负责 三位仙师因斗法而死 并非我等加害 那你的意思是 我应该愿得服输了 我北梁会补偿 你们玄测门的 怎么配偿 以每年两万株仙草 两万株 你真以为我们玄测门 是要饭的吗 我要你北梁一半的梁田 为我种植仙草 一半 你不愿意 若我北梁一半的梁田 来种植仙草 那我北梁的子民 岂不是恶嫖骗你 你杀我徒儿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有此后果 请原谅长哥 树南从命 树南从命是吗 你知道我的徒儿宋远山 现在在什么地里 五王府 不错 我知道五王府 是你们北梁的依仗 而现在我的徒儿宋远山 恐怕已经灭掉五王府了 龙总救我 什么 全策东宋远山 前来灭门 大东 轻点 我这个身子骨 经不起你这么砸呀 陈长生 宋远山 是你呀 才来呢 我等你多少时间了 等我 等我 等我来把你们灭门吗 我等你来送死 我与师弟 都是金丹镜仙人 你们只不过是群凡人 杀你们 犹如捏死阿姨一样 宋远山 听我一句劲 听我一句劝 现在赶紧走 你的这点修为 真的对抗不了五王府 没错 死到临头还嘴硬 嘴硬的不是我是你 我五王府现在掌握核心科技 这帮仙 那是土鸡瓦狗 科学 屁科学 等你下一辈子 再用你的科学报仇吧 不相信科技 只要吃亏地 陈长生 少在这里耍嘴皮子 今天 我先灭掉你们五王府 再灭掉你们北梁 宋远山 现在离开 你唯一活命的机会 是吗 要不然你今天是真走不了 今天 我要你们知道 什么是仙人之力 恐怖如斯 臭鱼 而烂虾也 把你手底下人都脸巴脸巴 黄泉路上一起走 他不记命 对付你们 我们几人足矣 我看你也是等死 等不到天黑了 为了你 为了不少好过滴 这又是什么东西 专门给你准备的热武器 千年寒铁胶珠的仿器 虽然没有任何灵力 但我却为何如此惧疤 愣着干嘛呀 上啊 你满脑子阴谋诡计 我岂会上你的当 怂了就说怂了 哪那么些借口 对不对 不行 不能鲁莽行事 师弟 这陈昌生是我玄瑟宗的仇人 杀了他们 功劳归你 哎哎哎 那傻子 傻子 真看不出来啊 你那好师兄 拿你当挡箭牌呢 听我的 现在出门左转赶紧走 明天准时来我北梁种地 不丢人 你们没有看到他没有修为吗 给老子上 姐 开火 玄铁 火销 你用火销的冲击力 来催发寒铁蛋 看似凶猛 但是 你伤不了我 我说过 你的法器伤不了我 陈长生 该我出手了 你了 你拽 我就去你的 这是什么 煎雾弹 你 你 找什么小技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招数拿出来 救不 你是不是又藏了什么东西 你猜 我就不信你还有这么多法宝 我还进入这么多法宝 公子 他怕了 宋远山 你刚才那股子嚣张劲呢 别以为我会找你们的道 一箭破万法 这又是什么东西 遥控器 你到底在谋划什么 加克林你都扛得住 不知道你这个扛得住 扛不住啊 遥非剑气 以非玄体 看起来奇猫不咬 感觉真是恐怖如斯 逗了 如果所有法宝方式 就修炼了金钟罩门 今天 阿湘 在这儿 你这一击 还是未能击伤我 宋远山 看不出来有点能耐啊 这一击挡不住 下一击可挡不住了 我有金钟罩门 原因一击 我也可以硬拼 你刚才的法器 虽然伶俐 但是也是勉强 撼动我的法门而已 宋远山 我最后劝你 赶紧把电 放下投降 听见了吗 我乃是金单净巅峰 位置中无人能敌 你这些奇因巧技 对付其他人可以 但想对付我 还不够 宋远山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拿导弹对你 情是对你最大的尊重 那又如何 导弹都上不了我 你们还有其他法门吗 没了 这点东西对付你 足够了 既然如此 受死吧 等会儿 话没说完呢 宋远山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住啊 小心 我就站在这 看你是否动我分毫 姐 我这个人心软 又怕有晕血 你送到最后一程吧 我怎么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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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神山 你太令我失望 连个凡人都对付不了了吗 老祖 他并非寻常人 老祖要小心 那也只是凡人 凡人皆为蝼蚁 老官才嚷子 你修炼之前你不是凡人呢 我最烦这种被点忘踪的玩意儿 无知蝼蚁 轮不到你说话 跟我告诉上是吧 姐 消他 老祖 当真要与我们死战到底吗 非言非言 是我要让你们死 老祖小心 他这东西犹如火花银树 会瞬间打出很多云体 哦 那是他的暗器 并非 很像火器 凡人之气 所何惧在 回老祖 他这东西伤了我很多师弟 我们不得不防 是 还有 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导弹的东西 导弹 奇兵巧技吧 怎么烦人 胡锡老头 你以为我就这些玩意儿 对付你 我手段多的是 哼 不肯一击 你可想好了 你这一击打下来 死的可能是你啊 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弄死我 我不信邪呢 就凭你那些所谓的法器嘛 那咱就试试 不用在我们面前玩什么心计 太年轻 年轻照样揍你 我们修仙多年 靠的不仅仅是实力 有女子 哎你要真有那脑子 你赶紧走 大好的修为 不要葬送在我这儿 你这个凡人 你可知仙人与落 是什么概念嘛 你就是个元英妻的修士 张嘴仙人 闭嘴仙人 真拿自己当大半算 你敢冒我 揍你我也不挑日子呀 你 打刀 在 干 拿着 啊 啊 啊 我天生神力 如今又有光剑在手 杀你 如同杀猪 是 光剑 区区一个凡人 也配合我决斗 哼 好大的口气 我都跟你说了 你是斗不过我们的 一个区区雷属性的法器 你想吓退我 什么雷属性法器 这叫等离子铁 什么都不懂的 不管是什么 都得死 远山 上去会会他们 老子我 上 是 你 我的配件 这弓剑竟然如此铭力 你拿你师弟当挡箭牌 你老祖拿你当挡箭牌 你们师门这个传 真是传承有序啊 休要蛊惑我 乌鸡活了千米 求助我 你李莫万卡 楼鸡们感受仙人带来的恐惧吧 原因老祖要扭曲一方天地了 老东西不讲武门直接开大是吧 我要让你们明白 是真正的实力 大大开大 现在就开啊 开 再开我死了 老祖 这怎么可能 陈长生居然又拿出奇迹怪怪的法宝了 法宝 老祖 那衣服有古怪 那衣服之上 相亲着风火雷电四系的人士 可以抵挡魂元一击 这法宝竟然有如此能力 老祖 北梁一定要灭 陈长生一定要死 不急 我劝你乖乖服软 今天你势必讨不到什么好处 赶紧滚回你们选侧宗 你敢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命令 你敢 怎么不敢 你如果不从的话 就让你付出更多代价 你们北梁杀害我们内徒儿 势必我今日要讨回个公道 你想到要我付出代价 这是你侵犯我北梁的代价 区区凡人 还要我付出代价 你们这些所谓的仙人才真该死 陈长生 今日我先杀了 再慢慢折磨你们北梁 既然如此 那你就只能死在这 可惜了你这一千年的修为了 老祖 竟然都没有本命法宝 人山 看我如何诛杀他们 老祖 你先我们逃吧 缘鹰之战 几分高下 已经生死逃 那不容易一箭杀了 可是老祖 虎 我姐 你说了 我输了 哼 仙人 狗屁 哼 你 你不杀我 你输了 便不敢再来 杀你有何意义 人山 狮子 传我令 今日一战 使我无极寄不如人 甘拜下风 战败者理应受死 日后 再也不去找北人的麻烦 师祖 强者陨落 强者陨落 难道是 无极 这世上还有谁 也应强者陨落 别老祖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姐 送眼神前去三大仙门状告我们北梁 要联合三大仙宗把我们北梁覆灭啊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设宴 迎接三大仙宗 姐 这不是一顿饭可以解决的呀 来者便是客 哪有不起的道理 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要不 把五王府给交出去吧 什么意思 无极老祖是他们杀的 他们要来报仇 自然也是找他们 You bitch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死下跟他们勾结 姐 可是 北梁为在旦夕 难道你要知北梁的百姓于不顾吗 同是一个母亲生的 你知道 父皇为什么会把皇位传给我吗 以为你没有脑子 长生 这就是你说的装备 对 我们凡人也能用吗 当然 姐你看这个啊 来是谁 看这个看这个 能看这么远 这里面的红点是什么 这东西小苗子精指哪打哪 太强了 这些东西 咱们五王府索月 人手一套 我看谁还敢在欺负 这回我们被羊羽救了 姐 我听说 宋女山又纠结了一段 我就知道这孙子就消停不了 咱是不是商量一下作证计划 所有人听好 接下来是我们五王府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大家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要是失败 北梁就没了 明白了吗 是 接下来 每个人穿好装备 以皇宫为中心 狙击先门的增援 姐 你还会围点打人呢 说什么呢 我可是北梁第一军师 带兵打仗我最擅长 行 这波就有来无回 玄策宗 前来北梁 讨回公道 宋师兄 你何必一而再再而三的 要刁难我们北梁 十二人偿命天经地义 何来刁难 说得好 杀人者 人必杀之 你多次 是我北梁于无物 我北梁便杀你 哼 如今三位宗主前来 还敢嚣张 你以为三大先宗 会像你一样不讲道理吗 好 恭迎两位宗主 恭迎 必须宗主 三位宗主 立临北梁 略敬地主之谊 请笑纳 文尊收到的信息 特来查看 是谁杀了无极 回宗主 是他杀了我师父 明明是你们多次 敬犯我北梁 既不如人败给我们 为何要说 是我们杀了你师父 一个女帝 外加一群凡人 正是 你 宗主 虽然他们是凡人 但是妖法众多 恳请三位宗主 为我玄策宗 讨回公道 我该 一个修仙大家 竟然被一群凡人 你不觉得丢人吗 虽然此事 确实是玄策门 有错在先 但其门内老族 已经先逝 尔党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 该如何表示 你北梁从此归胜 我浩天宗 我何 这是要让我 把北梁献给你 没错 必须真人 这一切都是他 陈长生惹的货 和我们北梁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小婉芸你说什么 你是谁 我是北梁公主 陈长生 你还敢来 我若不来 谁能救你 我不需要你救 有骨气 待会别求我 你 你无耻 老匹夫教训的好 小婉芸年幼不懂事 多担待着 老匹夫说谁呢 老匹夫说你 你 你还敢对玉须真人不敬 小婉芸 你是不是傻 看不出来 人家玉须真人 今天是来收购北梁的吗 说的没错 别以为交出一个凡人 就能平息我先门的怒火 宋师兄 你们是仙人 肯定不会这么做的 对不对 小婉芸 你是傻得可以 我们不是为了你们北梁的那一点鸡 会来帮你 这 这不可能 你给我闭嘴 没出息的东西 小婉芸你是真傻的冒泡 是真拿他们当仙人啊 陈长生 好久不见 他是何人 宗主 就是他 就是杀我师父的始作勇者 一只蝼蚁 竟能扳倒一头大象 少少说明白了 直接画道吧 怎么着 一个凡人 竟然敢大言不惭地羞辱我们四大先宗 他可能不太清楚 我等哪怕是杀了他 就算是杀了北梁皇帝 灭了北梁 又如何 你说错 今天死的 该是你们 陈长生 你倒是有些特别 看你的神识 并非此方天地之人 老匹夫倒是颇有眼力 不错 我现代人 现代人 有意思 难怪区区一凡人 能够灭得无极 想必是有一些特殊的办法 我杀得了无极 也杀得了你 妄想诸仙 你也配 你修行之前不是凡人啊 被点妄宗 何该就死 本尊 本意是想吞并北梁 但今天 杀了 留着你太危险了 与虚总主 与你这话里的意思是 难道我们 还能对这个凡人 有所忌惮不成 可笑 在我万花宫 这等姿色的男人 连男宠都不配 有何拒绝 诗文无极 已经原鹰巅峰境界 他一个凡人 能够灭掉原鹰 这不觉得蹊跷吗 所以今天我必须要杀他 陈长生 你既然想自寻死路 本座就成全你 与虚真人 与虚真人 一切都是陈长生他惹的祸 我求你放过北梁 那你为何要背叛他呢 我 我想成为仙人 保护北梁 我仙门岂会收你 能死在仪须宗主手里 是你的荣幸 小婉姨在不近 是我北梁长公主 祈福儿的凶子 这是什么功法 死等功法来自外界 并非陈长生所为 诸位 这就是陈长生的妖法 请诸位一定要小心 吊虫小技 老匹夫 你再敢往前上一步 就得死在这儿 元山 能否看出什么端倪 师祖 死气法名为枪 杀人于无形 但是 简单一上出 无所畏惧 凡人 你想吓 真不是吓唬 再往前 真得死 凡人 你以为我真会上当吗 看 说你这么死 你干嘛来了你 他一个凡人 竟然有咒诅的凝气 又杀了胡琪 看来却有蹊跷 不可罗马 好 原来是有法宝 放身 凡人法宝 弹指可破 孙世祖 你的法宝呢 论法宝 谁还能比得过我 我今天就要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金刚不坏 你想死 我就让你先死 姐 开火 收购 好 这是何等威力 竟然破了原因的金钟罩 圣上 这陈长生 罗斯厉害 刚刚这一击 竟然击穿了我的身体 好在丹田没有受损 不然的话我会与命当成 你去祖主 此次法宝灵力 确实有一些手段 一万花公 看可有什么办法 我万花公拿捏它 就跟拿捏一只蚂蚁一样 你也赶着来送死啊 嘴巴倒是挺伶俐 臭鸭门 姿色倒是不错 看我今天就杀了你 万花公法 魅影无形 看你怎么办 不 有点意思 一个人 三倍快乐 可以的 万花公主 咱俩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看啊 待会儿呢 我不杀你 你给我做替身鸭粉 给我实情 你意想如何 等徒子 来 是有起错的 没有起错的外号 秦承胜 走 你去死吧 李叔叔小心 他竟然还有方法 出门在外 都得准备点后手 巧了 我陈长生的后手 特别多 万花公主 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的提议 真的 你跟他们一块死 可惜了 秋雨仙子 难道你要被一个凡人所蛊惑吗 孙道祖 既然你也是济不如人 怎么我就变成受蛊惑了呢 秋雨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好了 不想听你们窝里道 凡人 你们的法器 伤不了我 你以为我就这点准备啊 不如我们好好谈一谈 哎 这才是聊事情的态度 谈什么 此方世界强者离尊 修仙宗门横压当事 不管你是修行家族 亦或是凡人王朝 都应该回宗门关下 更应该以四大门派为首 我北梁从来都是自给自足 为何要接受你们的关系 这便是仙人之威 可掌控一方天地 陈长生 我让你做仙人 做不做 啊 做仙人 本尊送你一段仙缘 岂不美哉 就这 我看 你对秋水仙子 略形 不如你们结为道理 岂不快哉 哎 你要聊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不要理 哎 同时 我也会保住你们北梁 你意向如何 道祖 万万不可 离你说话的份 陈长生 你现在跪下 拜本尊为师 现如今 玄厕门掌门之位空着 你若有意 这玄厕门 我可以送给你 师祖 他是杀我师父的仇人 雨雪 你真的想让我给你当狗啊 哎 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 我们仙人 愿意与你们凡人 动服动戒 你是个修仙者 不是仙 也只比凡人强大有限而已 别修着修着 真把自己当神仙了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我不知道啊 什么意思 玄厕宗多次侵犯北梁 迫使我北梁百姓为其开采灵石 每年死在矿山上的百姓多达几十万之多 你又想来北梁朝廷把持朝政 燃指皇室 还想让我给你做徒弟 不就是让我给你当狗吗 转手再把北梁百姓卖了 我成长生嘛 骨头硬 只能站着当人 不会跪下当狗 尊拿你当狗 那是瞧得起你 别以为你击退了其他两位老族 但在我面前 你依旧是一个老爷 我乃原鹰巅峰杜劫在即 你们凡人的法宝 对我来说都是虚无 杜劫在即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劫 就是我 想做我的劫 你也配 错了错了 我不是你的劫 不是你所有修仙者的劫 碰到我 是你们倒了八辈子没了 陈长生 你说我们仙人狂妄 你才是狂妄 四万处理秋雨 快 召集所有弟子 踏平北梁王朝 刀总 刀总不好了 何事惊化 弟子们已经被哥哥击破了 这不可能 我建筑教终正在设置法阵 他们不可能会被击败 赵总 阵法未成 愿被千里之外的阵法 所击杀 我连人也没看见 那我万花宫弟子呢 万花宫的弟子 在城外 被地下的法器所击杀 也不见敌人 这 诸位莫荒 我都请踏平北连宏宫 王府何在 在 本来啊 我是想一家一家的文学里送聘的 结果倒好 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所有人 准备 医书宫主 我们被埋伏了 早知道你们靠不住 师祖 不如我们 再说吧 说得好 今天我便用你们凡人的寿命 助我修炼 助我飞升 拿人命 还敢自称是修仙者 说你们是魔鬼都抬举你 无知小儿 拿命来 一个烦人 准备了我的法术 我家公司说了 我乃 人形高达 别说你一个猿鹰老祖 就算你们三个一起上 我也能一起上 好子女娃 一个比一个狂猫 你杀了你 你笑着 笑着 你可羞辱我 你错骨扬灰 好害怕呀 我先让你错骨扬灰 不过如此大草东西 你 与其真人 难道你已经进收到化神境界了 刚刚他杀死的 是不起立的原因化神 杀了我 痴心妄想 不过你们这帮凡人 确实有些手段 能灭了的原因 既然如此 你 断不能留 你以为我就这点准备啊 你若有手段 还会等到现在 凡人 你能化神变身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是你逼我的 你竟然没事 我可不叫什么女娃 我叫超神女侠 超神女侠 什么奇怪的名字 我告诉你 不要小看我们凡人 我还有很牛逼的东西 没拿出来呢 你休要骗人 之前的那些法器 只不过是一些奇隐奇迹吧 凡人变身 是完全不可能的 急了不是 马上就送你飞升 不过是飞升到地府 一切都是障眼法罢了 看我一地破万法 小人 小人 大人 小人 我跟那个大刀说的 让他砸一锤子喊一个八十 每砸一锤子给八十个元宝 你哪有钱 二厨 一 你 我 大刀 差不多了 再砸元身砸出来了 好 让你欺负我们 我跟你们三个说 什么浩天宗玄册宗 以后老老实实在山上给我猫着 再敢下山祸害来 就没这么便宜的事 那 我们万花宫呢 万花宫可以 常来啊常来 转眼 新鲜啊 留的青山子 我怕没拆手 我等今日 既不如人 甘拜下方 老秀知错了 知错就好 从今往后 我好天总开放宗门 北梁凡是有自知之人 皆可休息啊 那就不必了 我北梁有国师臣长生 君师臣清雪 大将军刘大刀 无需显认 你们不想修仙吗 从今以后 我北梁重向科学 科学治国 这样 人人都可以是陈长生 陈清雪 刘大刀 这怎么可能呢 修仙需要资质 而我北梁百姓 皆为凡人 唯有科学 不需要资质 只要努力 皆有可能成才 何须修仙 所言极实 白人的命运 由自己主宰 我北梁王朝 日后不会再向仙门 供奉一块林矿 一棵仙草 若你们有意 可以到我北梁来购买 老朽月花 重金才高 这个就是通往 现代世界的入口 那你现在 要带我去吗 陛下只要想去 咱们随时都能走啊 那我需要准备些什么 钱 极为重要 你眼里只有钱吗 有钱我才能带你买买买啊 那 你看 衣服好看吗 这个更好 这个 一个比一个好 我最得意这个 你要是穿上这个 我跟你说 灯徒子 不是 你抽我干嘛 这衣服不遮体 称何鸡头 不是 这叫比基尼这个 我管你什么比什么鸡 以后不能让我看这个 我那边 身材好的女孩去游泳 都穿这个 是 是吗 不行 我带你去看看 咱们现在就走 我我才不去呢 我要回宫了 哎 等会 谁在那 啊 陈长生 你 陈长生 修了 陈长生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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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主长 今天是您生日 特地给您准备生日蛋糕 许愿吧 好甜啊 敬 不是你这趟非得自己去啊 好甜曾向我们订购了五十车仙草 所付的钱财购北梁一年的收成 不自己去我不放心 要不我去吧 不行 你给我留在家里 更何况 你诡计多端 我诡计多端 你 我的意思是 我弟弟神通广大 哎呀 我要是有什么事 你定能帮我 何况还有大刀呢 不必担心 我就怕他跟你伸别 整天傻乎乎的 姐 给 这你拿着 这是 这是手机 就是电话 就是你 你拿这个 播放码 咱俩千里传英 行 还是你鬼点子多 姐 这个 我跟你嘱咐一两句啊 浩天宗呢 现在看似跟咱们交好 但是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吃了亏的 只要有机会 他们必然卷土重来 你有什么看法 我打算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把他们牢牢的绑在 咱们北梁 战船上 战船上 所以 我打算去一趟万花宫 万花宫 万花宫啊 万花宫啊 我看 你是贪图万花宫族的美貌吧 那是烧带 当然 主要还是 我一心一意为北梁 鞠躬尽瘁 死而后 以惊中报国啊 行行 去吧 不许沾花惹草 我信不过弟弟的人品啊 你这是 陈长盛 你终于想通了 要来我这万花宫 跟姐姐们一起修炼 快乐似神仙 那你错了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枪的速度 跟姐姐们修炼 拔剑速度呀 只会更快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公子啊 那你来我这万花宫 所谓何事啊 问着了 我 当徒子 还说不是为了那个 什么这个 那个 那些是什么 当然是让你变美的东西啊 哎呀 难道 我现在还不够美吗 美 绝对的美 但是呢 美则美矣 它没有心意啊 它能让你变得更美 不需要 别不需要 这老话怎么讲来着 爱美之心 它人皆有之 这些都试用款 你先拿着用 吃好再来 那这些 是送给我的 那当然 来来来 我给你改造一下 来来来 嗯 嗯 这就算成了 这 会不会有点 太艳丽了 太艳丽了 嗯 这是本季度的展男新品啊 展男 啊 那是什么意思啊 展男 秒杀一切男人 所有男人 看见你 那眼珠子就离不开了 你们这帮臭男人啊 这以后我万花宫的 妖魅幻术 岂不是又更进一步了 那必须迷的神魂颠倒 哎 说吧 要多少钱 不要钱 不要钱 白松 这么大风 哎 这是怎么说话呢 我 陈长生 我武王府的少爷 我是那扣门的人吗 开玩笑 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是想啊 北梁 万花宫 两家结盟 结盟 我知道啊 浩天宗协迫你万花宫 这不是一天两天了 其实在浩天宗眼里 万花宫和北梁 它不是一回事 都是代价的高阳 接着说 所以呢 我们两家合盟 万花宫有事 我北梁出面 北梁有事 也希望万花宫 能施以援手 那我还有一个条件 提 你呢 每个月 都来陪我一次 哎 你先往后上 往后上啊 我这个人呢 先卖艺 后卖人 卖艺不够吃了再说 现在还轮不到 臭男人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能不知道 我 我 我没瞎想 你 你别瞎说你知道吗 好了 不逗你了 我希望你每个月 来我万花宫 帮助我万花宫的 女弟子们 学习如何使用 这些美妆 就 就这 嗯 就这 没问题啊 我还以为 你要跟我双胸 哼 还说你没有想法 再有想法 您也得摸自己的腿 哼 禀告宗主 有探子来报 陈长生深夜 私会万花宫公主 继续说 探子说 陈长生一夜未归 他们睡过了 这种事有什么好讲的 弟子听说 北梁与万花宫 似乎达成了某种合作 哼 我就知道 李秋雨他不可能暗分 宗主有何担忧 李秋雨与北梁交好 这势必会打压我们 以浩天宗的空间 那岂不是我们的修炼资源 会越来越少 不行 我得去浩天宗 向此事告知玉须之人 陈长生啊 陈长生 你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 共鸣祖师出发 本作要的凡人呢 凡人 凡人他 如今本作飞升在即 怎么陷阱而来的凡人 越来越少 这 吃肉污污的 平时玉须就这么教你们的 你说 灰老祖 玉须宗主 徐北梁做生意了 吃吃喂鬼 做生意 废 让玉须回来见我 弟子遵命 老祖 您出关了 玉须 百年不见 这浩天宗 你搭理得如何呀 回老祖 现如今往浩天宗 你是天下第一宗门了 何为天下第一 弟子 是 皆为天下第一 可我听说你败了 这 还败给了死 老祖 此事有蹊跷 废 足今本座 飞升在即 需要无数凡人 献祭性命来助我飞升 你们之间的事 本座并不在意 但若有人要阻拦 人家人 佛 杀夫 老祖 弟子无能 先前我们 败给北梁 确实影响了其他国家 对于我们的纳光 所以你们陷阱而来的凡人 越来越少 是吗 正是 我不想听到借口 我会去处理 你若能处理 早就处理好 如今你是战败之身 你凭什么说你要处理好 警星老祖安排 听闻 你在北梁做生意 正是 扣他们的货 抓他们的人 其他的 交给我 是 老祖 前主教孙万仲 恭迎老祖出关 前主教 是 所来何事 我等听闻老祖 狗屁快放 老祖 听闻 万华公跟北梁结盟了 所以呢 所以 我等特此来禀报此事 并且 希望可以跟浩天宗结盟 本座知道了 你回吧 老祖 我与您浩天宗结盟 您多少是不是应该得表示表示啊 表示表示 对啊 就是 给点什么仙草啊 零食什么的 你 过来 表示表示表示 来着何人 报上明来 北梁武王 陈青雪 陈青雪 你所来何事 运送仙草 你就是陈青雪 正是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你敢 欲须 欲须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生意伙伴的 不然呢 上次捶你的事你都忘了是吧 真是不长记性 上次你捶我的事 得要个说法 这五十色仙草 就当是赔不是了 大刀 我们走 走 既然来了 还走得了吗 你 想我了 别拼嘴 长话短说 怎么了这是 浩天老祖出关了 他们把我跟大刀关起来了 不是 我去救你 姐没事 你放心 浩天老祖为了飞升 陷进了不少活人 应该无意伤我 只是为了飞升 姐你放心 你不让他伤你一根豪马 今日召集大家前来 有事商量 浩天宗 假借生意之名 将武王其将军 软禁在浩天宗 并要求 我们陷进十万凡人 共其修炼 武王庇佑我北梁多年 说武王有什么事 我北梁亦会不管 而我北梁的子民 更是我北梁的根基 并非他们这些修仙者的工具 我萧长歌代表北梁 对浩天宗发动战争 救下武王 浩红浩天宗 升行浩天老祖 还天下一个太平 还有我 秋雨仙子 既然我们万花宫 决定与北梁同盟 那便要同生共死 当真 孙万众玉须之人 皆心怀悲开 我与他们 本就不是同一路人 那日长生国事 来我宗门 我便清楚 我等凡人 我有联合在一起 才能变得强大 有了万花宫修士的家盟 这场仗 更是会赢 圣上 要想跟浩天老祖对抗 我们还需要一些 更强大的武器 武器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给大家 紫菲了一批强力武器 此战 必胜 强力的武器 汉天洞地的武器 汉天洞地 马上就知道了 请拿新放 连终 收拾 之前的那些装备都带着了 先这些 我表陆续就到 就这些东西 能对抗浩天府和浩天老祖吗 他们现在最好祈祷 还没有伤害武器 要不然 我立刻让他们知道 什么是世界和平 这个东西叫核武器 一颗是 行了浩天宗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这个东西 别说是化神奇的老祖了 就是大罗金仙来了 那 其他的东西 是什么 海基炮 远程火力打击 我会分发给北梁将领使用 那 这些东西放在这里 岂不是很危险 危险不了 这东西需要发射器 不发射就很安全 不会爆炸 放心 那就好 那就好 那之前的那些装备 我们都带上吧 第一波 炮轰浩天宗 岂边宗主 大师不好了 北梁军团杀过来了 什么 北梁 对 是北梁 区区凡人 东西放我好多 我只死活 他们已经杀到山脚下了 这么快 便起 他们已经杀了我们许多弟子 杀我爷 嗯 嗯 长生 你竟敢主动冒犯我浩天宗 你敢来我北梁闹事 我就敢来你浩天宗杀人 上次我在你北梁吃饼 那是因为你准备充足 这次你主动上门 到什么我去找你了 我敢来 我就肯定有准备 你们这帮弟子 不堪一击 你可知我浩天宗 有多少门人 有多少我杀多少 哼 口气倒还不小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快把我姐和我的小姐 妈给我交出来 我若不交呢 不交 不交我就凭了你浩天宗 就凭你这些臭藩鼠烂鸟蛋 别想知我浩天宗 不是你是不信吗 回去告诉你们北梁皇帝 拿十万凡人 我便放了你北梁武王 你不提这事也就罢了 提了这个事 我就对你们浩天宗起 杀星了 杀星 我看是痴心吧 我等凡人与你们修仙者 并无瓜葛 但你们却视我 如草剑 拿我们的命来修仙 真以为这个世界上 没人能管得了你们吗 管 陈长生 你别以为有些手段 就可以左右一切 我浩天老祖 来是援迎巅峰境界 他可以撼动一方天地 他便是这天 谁能管得了他呢 你要是这么说 更得管上一管 老祖杀了你 北梁再没了依仗 杀我 我先杀了你这些 道貌岸然的修仙者 动摇动摇 这里是指挥台 听我命令 台极炮准备 攻炸浩天宗 台极炮连队 听我指挥 作战浩天宗方向 开炮 我的天 这威力也太大了吧 是谁在让我清静 如此巨大的能量 是能为大公问世了吗 是我 是我在轰炸你们浩天宗 咦 就凭你 嗯 宗主 宗主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 浩天宗库房被毁了 啊 宗主 宗主 快说 浩天宗的粮仓被烧了 啊 陈长生 你毁我浩天宗 就算我杀不了你 我老祖也不会放了你 急了 来杀我 赶紧来杀我 把你那什么老祖一块酒 来来来 怎么 不来啊 那你听我说 把我姐和刘大刀 给我一步一步取出来 否则 凭了你们浩天宗 我浩天宗所有弟子已经会合出发 过不了多久 外面的威胁 马上就会铲除 你以为我会怕你 不骄 那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绝望 东二 东二 住手 这还有手段 再这样下去 浩天宗就真的要被毁了 好 人我可以给你 但 你只能选一个 刘大刀 我姐 一个都不能少 陈长生 我本无意与你为敌 更不想扣拢你的家人 但老祖非生在即 他必须完成修炼 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不用解释这个 你教人 我带人就走 你不教人 凭了你浩天宗 你选 五万 我只要五万凡人 只要五万凡人 我立马放人 你是怎么说出这番话的 凡人的命不值钱 你错了 凡人的命 比修仙者的命更金贵 修仙者的命还不值钱 说什么 我们凡人为自己而活 为他人而活 哪怕有害群之马 也是少数 害人之心 伤害有限 你们不赢 损人利己 为祸一方 所以 一个凡人都不会给你 当真要如此 不仅如此 以后再让我看到 你们有害人之举 玄土重来 凭了你浩天宗 既然自己找死 就成全你 我知道你早有杀我 别犹豫 来 赶紧来 车上车 卑鄙小人 我就坐在这儿 动都不会动 你随时来杀我 来 赶紧的 快快快快 好 好 你等着 怎么 放你没几 还有你的拼头 哎 这就对了 赶紧 我很赶时间 丑王命令 放了北梁武王 和北梁将军 是 怎么样了 闻圣上 陈长生他 躺下了 躺下了 这小子 怎么还晒起太阳 那怎么办 要不再后一轮 可是陈长生还没有给我们命令啊 那也不能干等着 我再看看 圣上 武王和将军他们出来了 大刀 是长生 公子我在这儿呢 来来来 姐 你没事吧 没事 哎呀 你可千万别有个三长两短 你要是什么 我可怎么办 能不能说些话 公子 你怎么不能关心关心我 啊 关心你 关心你 浩天宗伙食不错呀 你干嘛 吃胖了都 杀了你我 如此巨大的威力 莫非有人杜洁 不对 竟敢有人进放我浩天宗 陈长生 如今你的家人未归还于你 这回总没事了吧 我还忘了你 这老杂岁还站在这儿 你敢冒我 你绑架我的家人 搞得你很委屈 是吧 今天这事就这样了 现在带人走 但是我提醒你 以后再让我知道你拿凡人修炼 我还来凭你浩天宗 你 他拿到遥控罩了 对啊 我没通知他 浩天老祖 你就是陈长生 啊 啊 是我 何方要你这是 这就是坏神奇 巅峰的浩天老祖 刀 跟他 公子 我打不过他 你打不过 你打不过 那咱们就舍这儿了呗 今天 不行 这浩天宗是你拆的 啊 啊 我拆的 一个凡人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当真是让人 花目相看 什么意思啊 夸我 老祖 什么意思啊 我浩天以强为尊 追求的是正道非生 你是否愿意助我 怎么助你啊 本座非生在即 需要无数人员来助我非生 你们 皆有撼动一方天地的能力 帮我 横扫天原大陆 如何 这个简单 什么叫人员 就是人的寿源 啊 你这么做 天原大陆可就生灵涂炭了 我为什么帮你啊 鬼山的凡人 你姐贵为五王 称赞无数 提将功成万古枯 这丫头 看起来人出无害 在战场上杀了多少 你身边的人手上 沾有无数鲜血 你又为什么 要帮他们 你这叫歪理邪说 我与将信征战沙场 是守护国家 保护百姓 是正义之战 若不如此 百姓如何获得安稳的生活 说的没错 本座非生上界后 也会为你们争取更多的资源 帮你们过上 更加优越的生活 那你就错了 我错在哪儿 凡人征战沙场 是自己掌控命运 牺牲人员非生 是替凡人掌控命运 你代替不了凡人 你也掌控不了凡人 有意思 只可惜 在强者面前 你什么 都掌控不了 就算掌控不了 我也不会任你再各 但结果是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凡人 可以改变命运 改变所有 那是仙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凭什么认为凡人做不到 仙人正道长生 飞天顿地 海眼可观日月星之 一夕之间 便可走遍神州百里 而凡人 不过寥寥百年 甚至 走不出那片农田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 在几千年以后 凡人 照样可以飞天顿地 照样可以触摸日月星辰 呼吸之间 一样可以行百里 几千年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就来自于那个世界 凡人 你在说话 你的内心在动摇啊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就是真的 这不可能 这就是真的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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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真的 这不可能 又是真的 这不可能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好可怕 好可怕 你疯了 你 那你不赶紧劝劝他 你等什么呢 劝 我为何要劝 再说 我也劝不了啊 所有人都会死 成长生 什么意思啊 道祖献祭北梁 你们所有人都会死 滔铁大阵 启动 万古屈兽 滔铁现身 吞噬天地 助我飞升 玉絮老灯 干嘛呢这是 事都如今 也不怕告诉你真相 耗天老祖 以巡策门为阵法 以北梁为中心 启动烈化大阵 将你们北梁 数千万万人 全部化为人员 助他得到飞升 他 他不怕遭天遣吗 道祖 这一方天地最强之人 他便是这天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长生 没有办法阻止 我让启动核弹性 空屏浩天空 事到如今 你还有办法 既然你们罔顾生命 玩弄苍生 就怪不得我了 化神大阵 为上界神仙 不可谋命 而你 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凡人吧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凡人 比天神明 什么叫凡人 拯救世界 陛下 城上城 你们怎么了 退兵北梁 全部退兵北梁 启动导弹系统 轰平浩天宗 怎么了 圣上 传令下去 全军撤退 回北梁境内 不打了 可是现在是毁灭 浩天宗的好机会啊 今后没有浩天宗 难道说 对 一个时辰之后 启动导弹系统 和平浩天宗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不久之后 愿意到处 共通飞升 而你这个凡人 就算活着 也只能在寥寥的 几十年中 犹如风中残烛般 慢慢老去 最后死掉 鸡犬 你飞升不了 我到现在才明白 原来 大家正道飞升 追求永生的意义 就是在你们凡人面前 有了比较 它才更有意义 好 那我祝你有事不入轮回 我无间地狱 为何凡人总想拦我飞升 我们走 那 这就是飞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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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陛下这是关心我呀 你回不来我可怎么办 你们不是去救我的吗 怎么也没跟人关心我一下 对啊还有我呢 今天这事 不得外传 陈长孙 哈哈哈哈哈哈 真不愧是化神老怪 这都不死 越困难的环境 越利于我生成 如今 我已经快要不死 毁灭了 我本以为 要靠吞噬人员 才能飞升 没想到 我硬扛了汉天洞地的法宝 我的肉身 早已被磨灭 但我的原身无比强大 它让我撑了过来 现在 我马上就要飞升了 哈哈哈哈 这一炮算轰鸣吧 这是来感谢咱 哈哈 错了 我是来告诉你 我飞升以后将会降下天法 整个天原大陆 都将沦为地狱 到这么说来 核弹的威力还是不够啊 你的办法已经对我不奏效了 凡人们 颤抖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陈超声 我们该怎么办 哦 你在祈求上天 不是 还有一个办法 还有办法 我记得我有一颗卫星来着 卫星 嗯 啊 就是能瞬间干掉 天上那个是什么 那就是微星 这个东西 可以凝聚巨大的光能 瞬间 就能把这个要飞升的化石脑壳战掉 这不是比仙人还厉害 这就是凡人研究的 嗯 破铜烂铁 还想阻我飞升 好 这回差不多了 怎么 不喜欢吗 喜欢吗 习惯习惯就好 关键 你这么穿 也不怕被人看见 你们那边的人 不都这么穿吗 关键这是在北梁啊 所以 我想让你带我去另外一个世界 真的想去啊 我想去 好 我带你去 你信不信我砍了你的头 这个就是现代人吃的东西 好甜 陈长生 小碗鱼 姐姐 宋雨山 寻来雷浪 小碗鱼